在电影《无剑道》中,梁朝伟和刘德华一起听被遗忘的时光,是谁在敲打我窗随着蔡琴低沉的声音为整部电影铺垫了悲伤的基调。 这部电影也让蔡琴再次走红,她众多歌曲都登上热门榜单,她的演唱风格也成为综艺节目争相模仿的片段。 这位拥有天籁嗓音的歌手贡献了众多经典名曲,而她却拥有一段长达十年的无性婚姻,更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就在娱乐百小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蔡琴。 1957年,蔡琴出生在台湾高雄,三岁时一家人搬到了台北生活。 蔡琴的父亲是一位远洋游轮的船长,常年在海上漂泊,虽然常年在外,但父亲一直努力成为一个慈父, 常常给家里写信,每次回来都给孩子们讲航海故事。 而且,蔡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会弹吉他,画画,唱歌,夫妻二人非常相爱,给蔡琴留下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 小时候,蔡琴就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母亲非常喜欢老歌,晚上经常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蔡琴便知道母亲又在思念父亲。 有一次,蔡琴洗脸的时候,她一边洗,一边唱歌,声音通过脸盆和水的回音作用下,达到了环绕音响的效果, 母亲觉得非常好听,便开始鼓励女儿好好唱歌。 蔡琴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自信自己的声音,并慢慢找声音最美的发声位置。 1979年,正在读大二的蔡琴也想要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刚好看到一个唱歌比赛的海报,只要进入前五名就能获得吉他,她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最后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同时,她也被比赛主办方海山唱片公司相众,邀请她到公司参加试音,而她试的就是恰似你的温柔。 蔡琴试唱之后,让梁洪志眼前一亮,当场就把她定位了这首歌的原唱,同时也成为了蔡琴的成名曲。 22岁的蔡琴凭借这首歌打响了名气,随后唱片公司为她接连打造了多张民谣专辑,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低沉,温婉的声线,让台湾乐坛为之惊叹。 那年,蔡琴还获得了金鼎奖最佳歌手奖,成为乐坛最强新人,随后她发表的《你的眼神》等专辑再次大火。 然而,在蔡琴越来越红的时候,她和唱片公司的矛盾却越来越深。 早年的当红歌手不像如今,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甚至比公司还要有钱。 最初歌手只能按照定价录制唱片,不管卖得好坏都拿标准工资,一些当红歌手才能和公司分账,但歌曲的版权都在公司手里。 很多商演也要被公司扒一层皮,实际收入并不可观。 蔡琴当时无疑是公司的摇钱树,对于这样的分配方式不满意。 同时公司里还有李建傅等几个歌手同样不满,最后他们几个一起离开公司并成为了天水月级工作室。 这也是最早的歌手个人音乐工作室。 然而当时他们的创新举动却受到了很多批评,很多论调都是骂他们忘恩负义。 再加上他们手上没有太多资源,工作室经营得并不好,有的合伙人还顺势退出乐坛。 蔡琴面对困境没有放弃,而是积极寻求转型。 她成为电台节目的主持人,也是第一个跨界主持的歌手,利用电台节目维持自己的热度,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同时,蔡琴又相继推出了几张质量颇高的专辑,经典的《不了情》就是在这个阶段发行的。 1983年,蔡琴受邀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她成为首个在香港举行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就在蔡琴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她遇到了自己的爱情,杨德昌。 比蔡琴年长10岁的杨德昌曾在美国留学,并且获得了电机工程硕士的学位。 毕业后,以电脑工程师的身份在华盛顿大学工作,她还在美国结了婚,有一个外籍妻子。 然而在杨德昌的心底,却深深埋藏着一个电影梦,她曾经在美国加州大学研读过一年的电影,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才成为了电脑工程师。 在过了七年按部就班的生活后,杨德昌决定回台湾拍电影,但她的妻子却不愿意跟她回去,于是两人便离婚了。 1984年,杨德昌邀请郑当红的蔡琴拍摄电影《青梅竹马》,这也是蔡琴的荧幕首秀,两人由此相识。 在这次的合作中,她们合作得非常愉快,而且对于彼此的专业非常欣赏。 杨德昌在电影表演上给予蔡琴很多指导,让第一次演戏的蔡琴很快进入到角色,并且心生敬佩。 在朝夕相处中,蔡琴和杨德昌越走越近,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两人已经正式在一起了。 这部《青梅竹马》的票房十分惨淡,但她们的恋爱新闻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然而,就当蔡琴沉浸在爱情中,幻想着一段美满的婚姻时,杨德昌却左右躲闪,毫无结婚的打算。 最后,蔡琴决定单刀直入,给她两个选择,要么结婚,要么分手,而她甚至不敢听答案,让杨德昌把答案录在收音机里。 最终,杨德昌勉为其难得同意了结婚,但条件是要保持柏拉图式的关系,一段无性婚姻。 从结婚开始,两人就分房住,与其说是夫妻,更像是室友。 但蔡琴接受了,并且依旧沉浸在爱情里。 之后,蔡琴经常为杨德昌的电影演唱主题曲,帮她处理工作,在她暴躁的时候抚慰她的情绪。 1994年,杨德昌在拍摄电影《独立时代》的时候,对于演员的造型非常不满,将照片摔了一地。 蔡琴立马跑到组里帮忙,并且带着自己的化妆师给女主角陆湘琦做造型。 这部电影后来获得了《嘎那电影节》提名,并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 这部电影拍完后,陆湘琦就去美国进修,当时李安还不知名,她十分欣赏陆湘琦的表演,还想要找她担任女主角。 杨德昌是一个占有欲非常强的人,得知此事后十分不满,再次大发雷霆。 蔡琴有一次站出来帮忙解决。 通过《独立时代》这部电影,她已经和陆湘琦成为好友,她专门写信给对方,让陆湘琦推掉了这部作品。 后来,李安大火,成为华人导演的骄傲,蔡琴才知道自己因为对丈夫的愚衷毁了陆湘琦绝好的机会。 十几年后,陆湘琦凭借电影《回光纵名曲》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而她因为一直在教书,收入并不高连礼服都没有。 当时,蔡琴正在大陆办巡演,她知道后,专门联系了造型团队,为陆湘琦定制礼服,并且承担了所有的费用,来弥补自己曾经的过失。 蔡琴和杨德昌在一起的那些年,她为了爱情失去了判断。 杨德昌多次拿下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她的作品被称为台湾现实社会的手术刀。 然而就在杨德昌功成名就的时候,她却出轨了,出轨对象是小她18岁的钢琴家彭凯丽。 一个是任劳任怨的贤妻蔡琴,一个是外形靓丽,年轻干练的彭凯丽。 杨德昌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她和蔡琴十年的婚姻最终在1995年结束。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杨德昌火速娶彭凯丽为妻,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还带着妻儿多次登上国际红毯,和妻子一起成立公司。 既高调又宠溺,相比她和蔡琴十年无姓婚姻十分讽刺。 杨德昌曾经评价自己和蔡琴的婚姻,说是十年只是一片空白,蔡琴听到之后十分伤心,她已经为这十年付出了全部。 这段感情给蔡琴带来很大伤害,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伤痛,重新开始巡演,唱歌,然而却在2000年查出肿瘤,在等待化验结果的四天里,蔡琴开始安排后事,并写下了遗嘱。 她将自己的财产全都留给了家人。 幸好四天后检查结果是良性的,只是虚惊一场,但这件事让蔡琴决定要大胆尝试,做以前不敢做的挑战。 换作以前,很多事情她要有百分百的把握才敢去尝试,如今她只要有一半的把握便要去做。 也是在这种心态下,她挑战了经典名曲《天涯歌女》,找来一个外籍钢琴家重新编曲,做出了肖邦的味道,后来很多歌手演绎这首歌都使用她的编曲。 然而,杨德昌却在2007年因为结肠癌在美国去世,当时所有的媒体都在等蔡琴的回应。 最终她向这位逝去的前夫写了一封信,她动情地写道,感恩她在生命结束之前,是和她的所爱在一起。 蔡琴对于杨德昌没有怨恨,反而庆幸自己成全了他们。 她的这封信后来出现在央视的《见字如面》节目中,由老戏古归亚雷朗读,十分感人。 曾经在一档节目上,蔡琴提及母亲儿子瞬间泪目,并且非常遗憾自己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力,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 作为一个歌手,蔡琴的作品是音响发烧友的最爱,她的唱片也是用来试音响的首选,古典。 唇厚,温柔的嗓音至今乐坛找不出第二个。 然而,她却未能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或许这就是上帝在赏赐她嗓音的时候,给予她的一点点不幸。 知名歌手蔡琴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在举办演唱会前,蔡琴的好友陈文倩在社交软件发文,表示蔡琴在开演唱会之前生了几个怪病。 对此,蔡琴通过经纪人表示,千万不要以为她得怪病,要死掉了,其实就只是耳鸣和晕眩之不好。 过去有去找耳鼻喉科的医生看,但却一直没有看好,后来又有老师介绍蔡琴去看平衡神经科,终于能针对晕眩及耳鸣做治疗。 目前,蔡琴已经接受治疗中,也有比以前状态好,请歌迷不要太担心。 如今,已经65岁的蔡琴仍然是孤身一人,她有过两段婚姻,但都已离婚告终,也没有自己的孩子。 她曾哽咽着表示自己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当妈妈了,语气难掩内心的遗憾。 好在蔡琴还有音乐为伴,她曾承诺自己会一直唱下去,一个人的生活也能够多姿多彩。 希望蔡琴能够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期待有更多机会听到她的歌声。 64岁金嗓歌后,蔡琴纵横乐坛超过40年。 因晚年鲜少出现在荧幕前,近三度传出乌龙死讯,2020年再报成植物人。 而蔡琴近日也罕见现身,曝光近况。 提及她的音乐团队这三年零收入,她甚至自曝隐退计划。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蔡琴的故事。 蔡琴出道超过40年,演唱《恰死你的温柔》《最后一页》《跟我说爱我》等无数经典名曲。 拿过金曲歌后的她,不止在歌坛占有一席之位,甚至多过金钟奖, 连金马奖都有入围,三金都走过一遍了。 不过,蔡琴随着年纪增长,也鲜少出现荧幕前,让她三度爆出死讯。 2020年甚至传出成为植物人的消息。 面对多次乌龙谣言,近日将举办演唱会的蔡琴也罕见回应。 可能是她没有绯闻能写的关系,往好处想,我复活了三次,乐观面对。 金桑歌后蔡琴时隔三年。 将举办《北中南全新巡演》,就是要好心情。 6月3日至5日于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起跑。 谈到过去三年因瘟疫停下脚步,她自掏腰包提供瘟疫春节小赞助。 为没有收入的部分团队成员纾困。 三年来累计金额虽不透露,但在记者会上她心疼落泪。 我好希望我是一个百万富翁。 能够在一起工作,最高兴的是她们终于有收入了。 感性感谢团队的体谅与等待。 因瘟疫受控并限制行动,她有感大众,心里是焦虑又被动。 随着独处时间变多,才发现心里没有好好被照顾。 她透露这三年来都在好好生活,看书,听音乐或运动。 刚好有邻居是她的粉丝,坐电梯碰到她都打去。 希望你在家唱歌大声一点,很怀念她的歌声。 蔡琴说, 我所能多做的就是唱好听的歌给大家,坏日子,好日子。 好日子希望你有心爱的家人可以分享,坏日子才需要我们一起度过。 霸气表示,她就是要唱,粉丝就是要来听,我们就是要有好心情。 蔡琴过去曾三度传私讯,后又被爆成植物人。 她自嘲也没有绯闻可以让人家写。 幽默表示, 写我死也是因为有点阅率。 虽然是一人居住,但她靠着每天持续运动,健康指数都一切正常。 甚至还练出人鱼线,问到是否有人看过。 她说, 要弄到看到我人鱼线,观笑很好哦。 而后吐槽恋爱时生活的麻烦,还会乱心情。 由于蔡琴已经六十多岁了,未来是否有隐退计划? 对此她雨带保留地说。 等她把此次巡回演唱会唱好,之后再告诉大家。 而且,瘟疫爆发三年来也萌生很多想法,但她内心一直没有决定。 不是隐退,应该是把原本隐退的时间延后三年。 她也感叹好友巴格,顾宝明接连离世。 分享曾看英国学者面对死亡的书籍,也有新的观念。 万一哪天中头奖,没痛苦,姑掰,就掌声鼓励。 自称是世界大隐秘的她,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奥斯卡班奖顶礼。 谈到威尔斯密斯掌握事件,她探留下永远不好的记录。 问到过去舞台惊献时刻,她一起曾在台南举办歌唱,因布幕故障导致无法开场。 听到有台下观众暴怒,蔡琴迟到,退票。 开场后远定三首歌才talking,但她第二首就喊咖向观众解释, 并感谢粉丝迫不及待想听她唱歌。 话方一转笑说,这场秀很适合威尔,就是要好心情,无论如何都要有好心情。 1999年时,蔡琴和从事科技工作,带她9岁富商男友Jason Zhao在美注册再婚。 2011年,她在演唱会套路,男友听到她胸部生肿瘤的消息, 还在车上大哭并向上天祷告。 不要让蔡琴得癌症,我将终身侍奉你。 但2012年在演唱会上,蔡琴默认和Jason分手,称离开了应该离开的男人。 但其实,她不是和Jason分手而是离婚。 此前,蔡琴在社交平台分享一则近况视频。 在视频中,蔡琴首先是为了除夕夜做上海菜。 她还透露这是每年除夕最爱吃的东西。 接着,蔡琴的侄子给她看了上海某节目制作的视频, 内容是上海建筑的展示。 特别的是,这则视频的背景音乐是蔡琴唱的夜上海。 好歌与美景也是十分搭了。 与此同时,蔡琴边看视频边表示, 这不是我的歌声在陪伴你们,是你们在陪伴我,表达对大家的思念之情。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蔡琴手上的老年本很明显,不过,她毕竟已经六十多岁了,这也是很正常的。 值得一提的是,视频中的蔡琴精神看起来很好。 谁能想到,她曾在两千年被确诊乳腺癌。 如此看来,蔡琴康复得很不错,值得庆贺。 在蔡琴发布视频之后,网友们纷纷祝她新年快乐。 也有网友表示,不管是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巨星蔡琴, 还是小家碧玉接地气的姐姐蔡琴,都具有很大魅力。 确实,蔡琴作为在乐坛屹立了四十年不倒的长青树, 带来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歌。 天涯歌女,被遗忘的时光, 心不了情等,都是传唱度非常高的金曲。 然而,在视野上风生水起的蔡琴, 感情生活却颇为坎坷。 蔡琴在和美国男友结婚之前, 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1984年,在主演杨德昌导演的影片时和对方相识, 很遗憾的是,十年的婚姻最后, 还是已分开收场。 后来,还被爆出二人五姓婚姻的事实。 遥想当年, 蔡琴因低沉温柔的音色迅速走红, 在歌坛占有依习之地, 还被封为丝容歌后。 后应拍摄电影《青梅竹马》, 认识才华横溢的导演杨德昌。 对方也受他的才华吸引, 展开猛烈追求。 二人很快陷入热恋, 携手步入礼堂。 在当时, 才子佳人的组合还轰动演艺圈。 然而, 杨德昌却提出, 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 不让这份感情参入任何杂志, 不能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 因为我们的事业都有待发展, 要共同把精力放到工作中去。 爱对方爱到骨子里的蔡琴也接受了要求。 然而这段期间, 杨德昌不时有绯闻传出, 蔡琴都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二人结婚的第十年, 杨德昌终于承认爱上了小18岁的钢琴家彭凯莉, 结束了这场婚姻。 杨德昌曾评价过这段感情, 十年婚姻一片空白。 离婚后, 她立刻就和彭凯莉结婚生子, 还透露, 和彭凯莉在一起的时光, 是生命中最快乐的几年。 蔡琴只得独自从痛不欲生的情商中站在, 我爱过了, 这便最重要。 离婚后的三年时间, 蔡琴患上了抑郁症, 全面停工, 没出过一张唱片。 身体暴瘦十二斤, 肠子一直在抽搐, 吃不下饭。 对于当时的蔡琴来说, 活着就够了。 三年后, 蔡琴复出, 对外界说自己已经施然, 爱过作为重要, 但显然是安慰大众的场面化。 杨德昌给予的伤痕, 她从来没有遗忘过。 付出后, 首发专辑《傻花爱太奇》里的歌, 无意不代表蔡琴当下的心境。 无巧不成书, 2007年, 杨德昌因大肠碍病逝。 蔡琴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记录了二人的爱情过程。 她在文中写着, 尽管杨德昌给她的寂寞多过甜蜜, 但她感谢上帝 让两人轰轰烈烈地爱过。 早知道她生命这么短暂, 我愿意早点跟她离婚, 放她好好享受她的生命。 一番话感动了无数人。 尽管看似潇洒, 多年后蔡琴在节目上听到 出嫁时还是忍不住落泪。 因为我这辈子没有机会当妈妈, 这是我永远都不能尝到的一个角色。 爱上错的人所浪费的青春 是永远回不来了。 然而蔡琴也从中学习到 爱情不能延长, 这一世如果你有爱过一次 轰轰烈烈的, 那就是了不起。 人生的苦难没有让她屈服, 她就像她爱戴的钻石一样 被岁月磨砺得越来越光亮, 依旧坚不可摧。 她说, 人不可能不老, 但心可以不老。 在我们人生成长中有快乐, 有喜悦, 也会经历很多失败的, 破碎的时刻。 但经历后, 我会把每样都当成礼物。 这样的心态会让一个人的心 越活越愉快。 她就是这样把自己活成经典的吧。 至今, 她已经发行50张唱片了, 留给了歌迷无数不朽的回忆。 59岁时的她 在台湾举办演唱会, 和歌迷们一起度过母亲节。 在演唱会最后, 她向歌迷们宣布, 我蔡琴不会再嫁人了, 我终身嫁给舞台, 歌迷们感慨不已。 她以音乐而名声雀起, 也以音乐而被人们铭记。 无论她选择怎样的人生, 她的歌声永远是我们心里 一生一世的不了情。 每当听见她那低沉完整的声音, 你是否能一起自己那些 被遗忘的时光呢? 光阴四见, 蔡琴与前任分开也过去十几年, 相信她已经放下过去。 并且在经历了伤病痛苦之后, 蔡琴还能积极拥抱生活, 这份乐观值得敬佩与学习。